三国时 东吴有一位大将叫吕蒙 他勇敢善战 二十多岁就已成为名将 他在年少时因为家里穷 没有读过书 所以文化程度不高 东吴国王孙权 很欣赏他的勇敢 很想提拔他 你现在掌管国家大事了 应多读点书 多学点知识 我 我军中的事物实在太多了 哪里有时间读书啊 你比我的事还要多吗 经常抽出点时间来读点书 可以增长见识 收获会很大 在孙权的启发下 吕蒙在繁忙的军旅生活中 利用一切空隙时间 八分读书 越读越起劲 随着知识领域的不断扩大 见解也日理深刻 后来吕素见到他 与他谈论国家大事 觉得他的谈吐和学识 今非昔比 哈哈 我总以为老弟只会打仗 没想到学识与谋略 也日渐精进 真是没想到 试别三日 当刮目相待 刮目相看 这则成语的意思是 擦亮眼睛看待 只用心眼光看人 别比喻 另眼相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